在2021震盪多頭行情裡面 你賺了多少 如果你沒有賺到 不是沒有行情 是你沒有用對方法 享受賺錢的快樂 顯現投資增價值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錢投資大門的職務 你可以看到成這樣 這五天都收到2000多億 量縮它就是整理 而且目前所看到的是強勢整理 因為上禮拜四 這個低點就是一個短線支撐 我講過了 那雖然量縮掉了 那它有跌破整個短線支撐 沒有嗎 是不是沒有 既然沒有的情況之下 這盤的一個架構整理完 當然還會再漲 這我對它的一個未來後世 提供個看法 所以不要怕跌 包括今天 壓回了118點 什麼股票可以買 你知道嗎 什麼未來一個電子股 值得你跟我一起來布局 可以讓你產生一個 反敗為勝的一個奇蹟 今天當然很重要 就如同上個禮拜四 一模一樣 連跌四天 融資大減53億 上禮拜四的低點17122 斷融資的買點 上次這邊跌1400點 融資減肥的246億 這也是斷融資的買點 所以是不漲了1385點上去 漲多的回檔 成這樣說了 融資又減少了17122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介入時機點 所以我已經在禮拜一 當然上漲的過程 上禮拜四的低點就是短線支撐 16248當然是中心的支撐 不容易來 除非有什麼重要的經濟情勢的利空 否則連短線支撐都不會跌破的情況之下 他當然還會往上走高 所以今天台股跌了100多點 是不是越接近這個短線支撐 越要站在買幫 沒有錯吧 那要買什麼類股 主流電子看法沒有改變 絕對不是航運 絕對不是航運 今天萬海破底196 等一下有一個重要結論要讓你知道 之前從7月份 我就已經告訴過你了 整個航運類股 量能一直退潮 量能一直退潮 它不會是主軸 所以從6、7、8、9 到今天為止 三個月多過去了 航運類股是主流嗎 哪一個人買萬海的不是賠錢 你自己看一下 從6月份到現在 三個月過去了 今天來到196破斷地點了 只要有進去買萬海的 大家都了解 親老師的節目內容 是在協助你度過難關 是在幫助你減少虧損 你有看我節目的 從7月份到現在 你不應該有航運股 你說是不是 7月12號 航運類股嗎 我說這個量已經退潮了嗎 下跌機率大於上漲機率 我當然就告訴過你 不管 航運類股 你之前賺了好多錢 好大的利潤 那在7月份的時候 不管你小賺小賠 要趕快出場 你不出場 接下來就是一大段 接下來就是一大段了 是不是 至少都跌五成 所以在7月13號 不要隨便的一個攤品 阿運股 我說持有的上來都要會賣 你一定要會賣 你一定要會賣 它都是一個反彈架構而已 這反彈力道都不會太強 因為成家量會告訴你一切 所以今天萬海破底 這本來就是我預期當中的一件事情 那在7月15號 我還特別拿萬海的量價結構 來告訴你它的後事嗎 這一根紅K棒漲停 量人二十幾萬張 這一根紅K棒也是漲停 量人甚十幾萬張 量是不是退潮了 有沒有呼應我之前的看法 量退潮嘛 航運類股下跌機率大於上漲機率 任何的反彈是賣方 不是去追的好不好 所以整個萬海的一個架構 該提醒你的 是在高檔區就提醒你的嗎 對不對 那接下來這個萬海 今天來到196破底 破底會有停損的賣壓出來 今天萬海的融資源應該會降蠻多的 那停損的賣壓出來 同時呢 它會反彈 那反彈上來當然是要賣啊 所以今天萬海啊 講白一點 你手中持有的不用賣 那如果你今天手腳夠快的 今天可以下去搶反彈 這我提供給你看法 所以對於目前 如果你手中還有行運類股的 不曉得如何解決的 希望我這邊私底下可以給你的資訊 可以幫助到你未來的資產規劃 有這類問題的 歡迎 等一下 廣告中的電話 你自己好好三加利用 那 量說 強勢整理盤勢 既然 傳產股的航運不會是主軸 那電子股會不會是主軸 會還是不會 你看一下電動車的概念股票 從6月份到8月份 美其馬 獲利超過140% 從6月份開始操作的嘛 當初六十幾塊錢啊 三階段140% 它是不是主軸 那你認為 航運股有讓你賺到那麼多錢嗎 航運股從6月份到現在 每個應該都是賠錢啊 但是電子股的一個 不管是美其馬 還是所謂的康普啊 都超過一倍 美其馬光是三階段140% 康普三階段是120%嘛 它是不是主軸 如果它不是主流賣動 怎麼可以讓會員 創造如此漂亮的績效 所以整個美其馬 我當時候 136賣掉的規劃的買點 就這根紅街棒嘛 很清楚啦 把一檔股票規劃 的一個接回的位置 先讓你知道 你就要懂得聞香下嘛 來參考一下 拜訪一下 切好是這個團隊 跟其他人 到底哪邊不一樣 是 把買點先透露讓你知道 所以我不怕你賺啊 就怕你不敢買啊 當它打下來了 當它打下來了 來了 這個接回嘛 是不是 9月7號啊 這邊都不用動作啊 是不是 這邊 搞什麼 短進短出 短進短出 每天都衝來衝去喔 等到最好的買點浮現的時候 做接回的動作嘛 就在1113 136到113差了23塊錢嘛 接回之後就不跌了嘛 然後就開始漲嘛 然後呢 上禮拜五 129賣美其麻 四字 美其麻 這一天啊 9月10號賣掉的嘛 賣掉之後 這禮拜一還有129 昨天還有131 今天呢 剩119啊 相對高點是比較八檔 反彈上來不具攻擊量 短波段的轉折 不管是3天5天都叫買點 這樣的分析跟論述 我不曉得你聽得懂 還是聽不懂 如果聽得懂 學起來 以後你自己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管是量價 還是所謂一個廢勢細細的轉折 你都可以知道 買點還是賣點 所以129賣嘛 賣完之後呢 今天剩119啊 所以當他如果再度打下來 回測這個低點的位置 似乎又是一個可以再度進入的時機 所以康普也是一樣啊 光是前面三階段 超過一倍120%嘛 125賣掉的康普 106接回 差29塊錢嘛 高檔賣低檔接 接回之後就往上彈高嘛 禮拜二賣在117 就昨天嘛 賣在117啊 彈上來賣嘛 那今天剩110.5啊 所以昨天賣在117 到今天為止大概差了7塊錢嘛 有沒有賣對 有沒有賣對嘛 做股票 講究的是一個完整操作流程 會買當然要更會賣 不是電視黑龍洗頭 誰在亂講 會員真的會聽不下去 你沒有這樣的經驗嗎 當你跟誰的分析師 電視上說的整齊都全部 結果呢 實際上帶你的操作 不是如此啊 所以為什麼要跟你們對時對價 會員都在看我節目啊 我的摳訊就是在跟我們會員做一個交心合作的過程嘛 這才是呈現一個真實績效啊 所以你所看到的 美其馬康普 從6月份到現在 累積的報酬率超過一倍 它是不是主軸 電子股是不是主流 既然電子股是主流 那接下來的一個回檔修正的過程架構 當然我還是佈局主流中的主流 電動車啊 電動車 兵家 各政治地 大家搶著要做啊 昨天有一則消息啊 這台車聽說啦 據傳聞是鴻海的MIH第一代的電動車 被人家偷拍到 那鴻海跨入電動車領域 這不是第一則的一個訊息啊 之前早就知道了嘛 那鴻海的電動車概念股票 當然是這一檔已勝啊 是這一檔已勝啊 他之前亮縮足底 今天出量供給啊 足底之後出量供給 當然明天如果要繼續往上漲 成這樣一定要比今天漲停板要更大嗎 這是很簡單的量價結構啊 對 今天漲停板是60.1啊 成這樣9700多張嘛 明天如果要繼續漲 至少要12000張啊 聽得懂還是聽不懂 所以這個行情的一個脈絡 你所看到的是 電子股 電子股比較不容易讓你受傷 電子股比較讓你有利可圖 這我目前對於今天台股 盤中跌了118點所要提供的看法啊 跌 跌的時候大家總是比較怕嗎 這幾天不是回檔嗎 對 等一下上禮拜四斷融資的買點啊 所以當今天的回檔修正 連上禮拜四斷融資都不敢回撤啊 這盤算搶 量說強勢整理不用怕跌 跌的時候通常是我出手告訴會員 買進股票的時機啊 如果你喜歡這樣一個操盤節奏 不亂追股票 跌的時候逢低成接 歡迎你加入青老師 反市場的操作行列 這檔創委 我說我賣掉之後 我一定會接回嗎 我說他會回撤這個低點 是不是今天有沒有回撤啊 今天沒有來 那來了要不要接嘛 今天平牌以下你敢不敢買啊 你今天如果在這個位置買的 你可以現賺好幾塊啊 你知道嗎 給你的預告 又賓購了 是不是 美其嘛 上次我說要接回的位置嘛 這根紅K棒嘛 預告啊 來了 接啊 上去賣嘛 是不是 所以創委也是一樣 我說回撤 上禮拜是個低點位置附近嘛 那今天不是回撤 回撤要不要做執行動作 難道是講的跟實際上操作不一樣嗎 那不是白講了嗎 是不是 創委當然是IC設計電子股啊 7月營收新高 當時候8月20號撐得很漂亮 100附近當然是買點啊 對 強勢股的回檔修正 找買點嘛 很簡單的一個動作啊 對 從102買進了 他漲到160 漲幅高達6成左右 漲上去之後回檔 來到128 還是找買點嘛 強勢波動的股票 回檔下來都要站在每方 是不是 128可以買 買了就來到140 洗完再漲之後 禮拜145把檔 賣嘛 時間交易不是跟你對過了嗎 賣掉之後 當年回檔修正 我就跟你預告 應該很快會接回來 應該很快會接回來 昨天還是提醒你 我會接回創委 是不是 把檔完之後 昨天 告訴你我一定會接回嗎 今天是不是來了 測試上禮拜的一個低點嘛 買還是賣 難道昨天的分析內容 你沒有聽進去嗎 那你就去看一下 我YouTube頻道裡面的一個節目帶 如果你有訂閱我YouTube頻道了 就是你們電視上 右下角這個紅色框框的 掃描一下 按讚按訂閱 分享讓你的周遭朋友知道 然後叫你朋友 去看一下昨天9月14號的一個節目內容 我們跟你預告 創委 回這個低點我會接回 有嗎 張恩 就昨天 就昨天 你可以去回顧一下 我是如何的規劃一檔股票的未來的走勢 所以很精彩 對不對 145是我賣的 這邊128可以買 上禮拜三 然後來了禮拜一 145賣 賣完之後呢 很快會接回來 所以今天一個創委 有沒有來到我預定的位置附近 按計畫D接回來 沒有錯吧 來對視對價一下 久遠20分的創委 按計畫趁回撤在134附近接回 20分股價印下來133.5 你去對視對價 134做接回的動作 145是我賣的嗎 這樣不是多了11塊錢的價差嗎 史上是不是差了11萬 你是不是多賺了11萬 所以你會覺得很難操作嗎 不要被 短線的承加量收到2000億 蒙蔽了未來 中長線電子股的主流賣動 第三季電子股的旺季 第四季電子股大作戰行情 這都是你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嗎 先講給你聽 你134接回的 今天 今天 是不是拉上去的 盤中139啊 尾盤多少 142啊 8塊錢 對不對 是不是越墊越高 越拉越高 所以今天台股 大盤是跌80點啊 這個 電子股的一個 IC設計的創委 今天不是一個很好的買點嗎 你說是不是 所以接下來的動作 布局電子 電子的可用之兵太多了啊 是不是 康普美琪嘛 獲利都超過一倍啊 不是嗎 電子股啊 所以這檔太陽能 你看一下 大雙抵安全的一個架構 買這種股票很安全 這是一個基本態度 對 對盤氏的回檔修正嘛 跌石種植嘛 我選的股票 品質的保證啊 當然呢 是美國拜登政府 跟我國的蔡政府 他的主要的一個政見之一嘛 所以呢 像這種 逐出一個大雙抵的 在相對低檔的股票 安全可靠 又有破斷利潤 所以對於接下來的一個主軸 電子股 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你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陳老師 今年 年度推出的 中秋節的團圓價的一個專案 月圓 人員 當然你的股價 要跟著團圓 你想要 利用電子股 來讓你 反敗為勝的 陳老師負責帶你火力全開 將你之前 失去的 一步一步的 一檔一檔的 讓你討回來 中秋節的一個團圓 專案的一個優惠價格 年度就這麼一次 你有需要自己把握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3588的通家 蘋概股 今天表現可圈可點 台股間諜80點 通家 連續的往上定高 在昨天 蘋果發表會 還沒有公佈iPhone 13之前 領先市場上的佈局 是在這個位置 好不好 不用等 蘋果發表會 之後 再來說 哪檔秉開股 需要去用追價的心態 逢低承接的原則性 在目前電子股的操作 像是一樣秉持這個原則 不用去追高 對 低點買點到了 回測之聲 站在買方 在那個操作經驗 相信對很多同朋友來講 你的資金會得到一個 妥善的一個歸宿 通家 上禮拜四 9月9號 我趁他回黨 對 支撐的買點 當中最低115嘛 買下去幾乎收最高 每月一收 年成長兩位數字的蘋概股 通家 做語音IC的 快充IC的 那這種快充IC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晶片 在目前不管是蘋概 還是非平的陣營裡面 手機一定要必備的 否則容易被淘汰 包括昨天公布的iPhone 實在一定有 所以整個通家的一個架構 趁回黨 要懂得買 15.5沒有買的 禮拜五最低120 平白以下還是買 買完之後收最高 充滿乾淨 農資在低水位嗎 是不是 禮拜 短波高 我說未來走勢 頂多再回測一下 就會往上衝高 因為充滿還是很乾淨 所以禮拜二是不是又拉出一根 紅K棒 四天就15%了 包括禮拜二昨天 我告訴新會員 通家 對 新會員125還是可以買 是不是 在平盤附近 買完之後可以大漲7%以上 是不是 逢低層接的原則性 只要是不會錯失任何一次低檔 可以上次的機會 所以今天一個通家表現還不錯 受到大盤影響 早盤震一下 就馬上拉抬了 這樣子 17% 大盤這幾天當然沒有漲17% 對 還在測試上禮拜四的低點 當然選對股票的一個架構 你所看到的是這檔股票 幾乎是連續動了五天 一步一步的往上墊高 成交量 一天一天的比之前增加 這就是溫和的成交量的一個 上攻的一個多頭走勢股票 所以 上禮拜這個位置 是不是很精彩 回測支撐的買點 通家115% 平概股 今天往上墊高 一步一步的往上衝高 所以你今天看到什麼好消息 通家 今年獲利拼倍增 訂單滿手 其實你可以看到我選的股票 常常報紙上會有利多消息 為什麼 只有基本面成長的 它才會有利多消息嗎 如果是地雷股會有利多嗎 是不是 這就是你自己要去評估的一個問題 兩千檔股票 到底哪些股票 未來有成長性可以逢低成節的 你敢知道 這要花很多的時間跟能力 不是看圖說故事 當然也不可能設杯標 集中火力 持股三檔左右 有時候會經到五檔 這我給你會很不便的承諾 投資組合 可以亂槍打鳥嗎 分散的效果 永遠達不到倍數翻的一個利潤出來 所以對於昨天的一個 蘋果的發表會 主軸當然是iPhone 13 當然有AirPlay 跟Apple Watch 那對於iPhone 13 它的整個內容主軸 我昨天從頭到尾看了一遍 其實沒什麼新亮點嘛 就瀏海稍微短一點嘛 也就是說它展示的螢幕的空間 會比較大嘛 那其實這沒什麼好奇怪的 畢竟它已經來到iPhone 13 第三代了嘛 它還能變出什麼新花樣嗎 除非它變成折疊手機啊 那重點是 蘋果的手機的愛用者 有一大群 蘋果的粉絲嘛 全球 所以不管它推出 第幾代的iPhone 它的銷售量 都可以穩定的成長 因為它的使用的泰化率 是一個穩定的cycle 所以呢 為什麼蘋果的一個業績 上一季 又創下全球的新高 所以對蘋果的一個操作 宣得 我們上禮拜是 晚行底有佈局嗎 81.6買完之後 連續大漲兩天之後 我在昨天禮拜二 賺了20%挺你93嘛 沒有錯吧 這都跟你對時對價啦 領先市場佈局嘛 我當然會領先市場做調節嘛 昨天93賣啊 今天剩多少 83啦 差20塊錢耶 10張 差了10萬耶 有沒有賣是不是差很多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因為有賣 當然才有執行買進新的標的 這檔股票前半年就賺超過一個股本 相當漂亮一檔電子 極油股 雙底的一個安全架構 今天站上景線又出亮了 當然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買點 所以對於未來電子股 你不想要如何操作的 需要青藍老師帶你火力全開 你想要反敗為勝的 今天所給你的中秋節 年度的優惠的團圓價 你有需要的 需要青藍老師幫你的電話自己博通 有需要自己打電話進來 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請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現身評估 應自負投資風險